最新的消息来自于 在昨天凌晨早上 在多伦多大学的释迦堡校园 发生了一种性侵案 当时是在凌晨的3点到4点左右 在Ellesmere Road 夹这个Morningside Road 这个释迦堡校园 发生了性侵案 当时一名20多岁的女子 遭到性侵犯其中的色魔 她是从先抢劫她了之后 然后性侵犯了受害人 警方暂时没有公布 涉案人的身份特征 那么另外同时警方也呼吁市民 就在8月3号发生了 一宗性侵犯提供线索的 那么有一名30岁的女子 在3号的深夜 独自一个人走在市中心 Bethurst家Lakeshaw 附近的国家展览馆的地区 有一名男子开车向她搭讪 愿意表示载她回家 结果女子一上车 就遭到了男子的性侵犯 那么警方称的涉案 是一名白人男子 大约是20多岁 可以身高在5尺10寸的 那么如果市民 观众朋友有任何线索 可以拨打警方的灭罪热线 提供相关的线索的 好了